娱乐圈里现在结婚生子的明星越来越多,偶像派实力派也没有什么避讳了,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,其实作为演员或者主持人这样的公众人物,人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生产完之后,是怎么恢复身材的钱,有陈慧玲生玩笑没生。 后有杨颖穿着时髦从医院出来,以至于很多网友表示她是不是带孕,后来黄晓宁杨颖亲自出来解释,才消除了大家的疑虑还有影儿。 今年二月份她的女儿刚刚出生,但是三月份的时候,刚出院子的影儿就已经开始在外工作,那不过人们更加关注的是她的身材,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几乎受到了怀孕前啊,虽然脸上还有一点肉肉,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,她穿超级鲜儿的裙子的影儿出道以来就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。 之前她因为吃很多零食体重长到140斤,后来她用尽各种方法尝试减肥,最后终于减到90斤。 后来甚至受到脱向,胸前骨头一场明显这次生完孩子的她也没有让自己放松。 她在产后的第三天就开始用束缚带束缚,而且是为得特别紧的那种,甚至需要旁边人帮助才能完成。 看旁边人的表情,就知道有多用力,了影儿不是绑一个,而是绑两个,下面是管肚子的,下面是管小腹,得她坚持把两个束缚到15天,而且睡觉都不摘,除非洗澡的时候才摘下来。 其他时间都是这样紧紧的,绑着的,爱美的女人太可怕吃饭方面她也吃得非常清淡,以至于在最近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,重,她的身材真的看不出是生过孩子的。 正面看非常像少女背面,看就更像了凑巧的事,谢娜也参加了这当综艺节目,更巧的是谢娜只比影儿早四天生孩子不过,谢娜大概,本身就是一副特别湖泊开朗的性格。 也就没有把瘦身这个项目立刻放到情城中,来得产后两个多月,谢娜回归快乐大本营,很多人都非常吃惊,按照平常明星来说,这个时间就已经恢复到之前的身材了,可是谢娜还是一样种种的。 不过,她似乎并没有太在意自己的身材,跟之前一样和大家一起闹一起跳,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,且那根影儿一同出现在画面中的场景。 明明都是刚生完孩子,但是感觉却相差很多,一个像少女,一个像孕妇节目中谢娜,一直穿着宽松的衣服,不太显摇身但是上车系上安全带之后,全都暴露了。 她的肚子大得好像怀了五个月,宝宝感能明显的看出,安全带围住的是好多肉肉,不过话说回来,也许是张杰太宠爱她了吧,看两个人生活的幸福甜蜜,肚子上的这点瘦,估计,对她来说也只是小case了。